原标题 浦仪的文化水平到底有多高 专家 真实学历让人望尘莫及 关于浦仪我们应该很熟悉了 那你们知道 它究竟是什么文化水平吗 不管它后来发生了什么 它也是一位皇帝 我们对这位末代皇帝更感兴趣 我记得当时 当浦仪去办户口时 工作人员问他的文化水平 浦仪说 他和许多著名学者一起学习 他不知道具体的文化水平是什么 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所以他只是写了个初衷 后来有人说你们都错了 但是没有那么低 清朝那个时候 特别注重皇室成员的教育 皇子大干凌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学习 雍正居然会背积分 乾隆也写了那么多有名的诗 所以说 清朝时候的皇帝 学习方面都是超棒的 而溥仪作为大清最后的皇帝 那些满清的老伴们 是一看见他两眼就放光 我们大清有救了 溥仪就是我们大清的希望啊 溥仪三岁就当了皇帝 想想也知道 他得学很多东西 八名老师教他汉语 满语和英语 你知道 到约翰斯顿市牛津大学的学生 溥仪教英语 除了教英语 还有数学 地理等等 多亏约翰斯顿 溥仪接受了许多更先进的西方思想 剪掉了辫子 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 然而光有好老师是没有用的 学生不努力学习也是没有用的 溥仪的弟弟溥仪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跟随溥仪学习 他说 他的哥哥没有认真学习 整天都知道 如何玩耍 正巧那时候 西方的照相机 自行车什么的也都进了中国 溥仪看着新奇 也不好好学习了 成天就知道 捣鼓这些好玩的东西 听说因为公里门槛太多 骑自行车不方便 溥仪就让人把不少门槛给拒了 虽然溥仪没有努力学习 但他是皇帝 当时很少有人负担得起学习费用 他生来就有这么好的资源 并且是由最好的老师教的 即使他学得不好 他也不可能只有初中的文化 他总是知道很多知识 专家说 溥仪是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无法与他相别 为什么 因为目前的教育 更加强调专业 只是研究这一个 另一个几乎是不可逾越的 然而 溥仪并非如此 他几乎研究所有的东西 涵盖了广泛的领域 因此 他的教育水平 怎么会像初中那么低呢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